您就是喜尼儿的爹田冬家吧 是是是 每天这么躲着让您受苦了 快别这么说 八路军啊 看得起俺这个老头子 为八路军敢啥事俺都原意啊 您放心 等赶走了鬼子 您一定能恢复自由 到时候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再也不用每天东躲西藏了 那好啊 哎呀 乡去哪儿去哪儿 好啊 女儿啊 女儿 快来 快来 哎呀 这俗活咋能让嫩姐赶来 快让她起屋斜着去 一看就是个死闻人 田冬家 林医生啊 我 这儿的活儿 干 你回去吧 哎呀 进屋斜着吧 哎呀 你这个女子呀 拜晓你了 匹柴又这么个匹方吗 爹 你咋又跑出来了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我说不许你出来瞎溜达 你这要让人发现了 不但你自己小命不薄 还会连累很多人 你懂不懂 哎呀 哈哈 在屋里别来慌 咋 让笔子那人秦爹呀 回去回去 你干什么 你怎么跟你说的 你跑出来 好 什么人 大夫 别动 别动 你你 为什么投 看见 我怕枪啊 带起来 我可是良民啊 太军 我就在这矿军干活 我 我是良民 不许您可以去问问 带着 太军 我真的是良民啊 你得 entirely 不许您 我觉得是 不许您 来 你不许您 我给你 给你 得了 我给你 你帮我给你 你给了你 我知道 你心里难受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不愿意 不勉强 我只是想起了我娘 不过我还是会叫铁边一声爹 联合暴动的事情 只有铁边除面 我们把握大一些 要是他不帮忙 我们就会伤亡不少人 这些人里面 有不少人都是孩子的爹吧 我已经没了爹 我不希望更多的孩子 都没了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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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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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快点 我们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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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тех 太极辛苦 太极有何为难 我们前来清场八路 八路 八路 大爷 我们现在立刻把人集合起来 您要感觉谁可疑 可以立刻枪毙 我们绝不包庇 是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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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点过来 那边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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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 还有这两个 嗯 嗯 过去 还有这个 太极 你看您 您 您想够了没有 我们这还得看活儿呢 这个 带走 我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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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冤枉了 我去 冤枉了 我去 冤枉了 我去 还有这几个 都带走 太军 我们给他量命的 太军 您 您要是嫌人少 可以继续找 实际上 但是我可是大大的量力 卷刀 管起来 你说 这跟拔路好不容易套上的交情 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得找一个什么样的台阶 都让双方下得了台 往后终究还要合作呢嘛 大当家的 我倒是觉得 以往没八路来的时候 就咱们自己 挺好的 不好了 当家的 不好了 你抄着啥呀 大呼小叫的 又有什么烦心事啊 天啥的小鬼子到处抓人 只要是中国人的矿 就有人被抓 这小鬼子是要来占矿啊 不对啊 大当家的 鬼子要占矿 应该一个一个占 这每个矿都抓人是怎么回事啊 我听说呀 不光是咱这矿上 外边也抓了不少人 小鬼子把抓来的人 都集合到中心炮楼去了 那这小鬼子要干什么呀 大当家的 余三哥也被抓了 你他俩人怎么不早说呢 我 我这不也刚得到消息吗 你上哪儿去大当家 还能上哪儿去 田家村 现在顾不上台阶不台阶了 赶紧找拔木救人 打鬼子 打鬼子 老子也知道打鬼子 看着别人 我去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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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哪儿去 来 铁矿子 你在这儿干吗 你管着吗 好好好 我不管 我不管 我还有正事 你少耽误我 你有正事 你能有什么正事 除了祸害老百姓 你有正事吗 铁边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好不好 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对我不客气 我还想对你不客气呢 来 铁边 你少在这儿纠缠 我这儿还有正事呢 让路 想过去 除非让我揍你一顿 否则你甭想过去 我警告你啊 别在这儿胡搅蛮缠的 让开 站住 不是你想干吗呀一个老东西 让不让开 再不让开 死蛋不长眼睛 陈总授 江湖上切磋 有动枪的吗 哪那么多废话 我这儿还有正事呢 再不让开我真开枪了 你真死不了脸 你真死不了脸 顾仙已经嫁给我了 再说我也是明媒正举啊 你嘴里少不干不敬的 你要敢对他不好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顾仙和我 从丁往后 那是两口子的事 跟你八肝子打不着啊 让开 让开 你 我怎么着急惹你了 你个老混蛋 谁混蛋 好 清酒 叫一声爹就行了 也不用太给他好脸色看 铁大当家这个人 最会睡个儿旁了 我明白 那谁呀 怎么在打架呀 过去看看 你这了 你这了 呀这了 这 你这个妄疸 你这老混蛋 你这个 你 你个老混蛋 铁矿主 陈长官 两位玩什么呢 那么好玩 不是 兄弟 我本来是找你有事的 没想到遇上这个老疯狗 那战口就咬人 铁矿主来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路过 我看见这个汉奸 我这俩揍他一顿 替中国人出出气 你 请 请 请 你走 两位起来说话吧 你 你放手 你放手 你不放手 我怎么放 你先放 你先放 我 我不放 你放开 你看 两位年龄加起来都一百多岁了 也都是有身份的人 这么打架打成这样好看吗 起来说话吧 你 你放开 你放开 你先放 你先放 你不放我怎么放 那你不放我怎么放 我 这样这样这样 我做个公道人 我数到三 两位一起撒手 好不好 好 一 二 三 这么好东西 陈长官找我有事 那我们上旁边收酒去 你等等 很常oux전 你能不能求救他 爹遇上点事 铁大当家的遇上什么难事了 怎么上门求行我们武功队了 我是没脸 但是 这实在没有办法了 你 于三叔被鬼子抓去了 我先求求你们咱们想想办法 咱就把他救出来啊 余老三队拔路 那可真是好啊 尤其跟这个武队长 咱就看他份上 你跟武队长把这个事说说啊 那暴动的事呢 你同意了 同意 我同意啊 只要把人救出来 把筐保住了 要暴动 我现在就去拉人家 那不用叫爹 也不用杀人了 你看你这孩子 你就别难为我了 咱们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 就是互相帮忙 咱就别提那事了 再一个 你管不管我叫爹 我不也是你爹吗 今后你有什么事 爹可以为你去死 在所不死 小弟 到底行不行啊 不然你 因为我 你管不去 我别去 你想给你 你管不去 你管不去 忠心炮楼 而且还下了挑战书 挑战你们八路军 如果你们不应战 他们就把抓来的这些人 全部杀掉啊 都抓了些什么人 大概有多少人 主要是一些矿工 还有矿上的一些监工 另外 还抓了一些老百姓 怎么着也得有百八十人吧 这两天一直还在抓呢 说是要一直抓下去啊 谢谢陈长官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 我这不也是为了还你当初 那个人情吗 兄弟 我多问你一句 兄弟在这队伍里能说上话吗 陈长官问这个什么意思 日本人一直在说 这附近有一支八路军的主力 我也不知道 兄弟在这里能做多大的助啊 陈长官为什么要问这个 这 这次带头抓人哪 是那个日本人 众员 你是想报仇来着吗 我这也不全是为了报仇 我主要是怕那个家伙 再来骚扰我们家顾仙啊 鬼子这是布下了陷阱 就等我们踩进去 不过 有陈长官帮忙 这事就好办了 我们可以通过陈长官 知道鬼子的虚实 要是你们行动的话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众员 干掉 众员连同那些鬼子 都是侵略中国的恶狼 我们是必须要把他们干掉的 如果有用得着陈长官帮忙的地方 兄弟明白 只要我能打听得到消息 一定会及时送回来 不管你们行动不行动 我一定想方设法 把消息送回来 那我就先谢谢陈长官了 我老往这边跑 不太合适 过两天 我派信得过的兄弟过来 和你联系 今天找你来呢 就是想打上招呼 免得发生误会 以后 只要大家把暗号约好 你尽管派你信得过的人 过来找我 那 那个 这铁边 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放心 铁边虽然不是八路军 但他也绝对不是和鬼子一条心的 那我就放心了 兄弟 我就告辞了 好 对了 要我存了一批 只是不方便带过来啊 那这样 明天我派人去取 连同陈长官的那份 一并送到府上 我那份就不用提了 就当是感谢兄弟们 帮我救了顾仙了 要是你们八路军 能帮我除掉众援 那我就更谢谢兄弟们了 好 那 告辞 好 你说 你说咱就想想吧 咱们中国人的东西 小鬼子说抢就抢 咱们中国人 小鬼子说啥就啥 凭什么呀 这是在中国地盘 这不就是强盗 可出什么 单独有一点军型的中国人 谁不气愤 以前我做的事啊 有些不地道 对不起大家了 但是从今往后 只要提大小鬼子 没二话 我就干 吴队长 你不是说 要组织矿工暴动吗 这个事我还真想啊 现在矿上 有许多矿工 还有矿主 对小鬼子 那是恨之入国 现在就差领头了 如果你八路挑这个头 我去联系 肯定把这帮人 给你拘起来 我就不相信 中国人这么多 比小鬼子多百倍 还不止吧 不是 就要咱们团结一心 我就不相信 打不败小鬼子 爹 你受啥刺激了 这杀手转性子了 是不是我把你给妈醒了 你呀 还不了解你爹 打小鬼子 我含糊吗 就矿上那些矿主 被那个小鬼子欺负的 敢都不敢言 能够跟小鬼子 真刀真枪干的 我不是吹呀 也就是你爹吧 队长 我爹改主意了 咱们得赶紧行动啊 省得他又变卦腾 这件事 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咱就改 改主意了 你们这拔路 也说话不算话吗 天 铁大当家的 实不相瞒 陈祖寿他跟我说了一些 矿区那边的消息 陈祖寿 陈祖寿 他是看天的 他的患烈心 小心地坑你 爹 干嘛楼打岔啊 你让我们队长把话说完 鬼子借孙四儿被杀这件事情 在矿区 和周围的村子里抓了很多人 他们把这些人说成是可疑分子 全部关到了 矿区的中心炮楼里边 这几天鬼子还在刷人 他们要以这些人为人质 逼八路军应战 如果八路军不应战 他们会全部杀掉这些人质 我说呢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 我说怎么我爹之前 跟缩头乌龟似的 突然就变成大英雄了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 你才巴巴地往天下村赶的 你怎么说话呢 你爹还在这儿呢 你就是因为怕鬼子来这手 你怕鬼子把矿给占了 要不然你口风能变这么快 我也不是权位矿 这 余老三被小鬼子抓了 现在生死未卜 余三哥也被鬼子抓了 这不我听到信 我就赶紧来找你 咱们该想想什么办法 把 把老三救出来啊 现在这小鬼子 是越来越狠毒了 对啊 所以说咱们得打呀 这要不打的话呢 八路军的脸都丢没了 九四 打哪鬼儿子呢 我打你个鬼儿子 说得容易 别说就咱们这几个人 就是大部队来了 那鬼子也不是好对付的 人家找好了地方 挖好了陷阱 就等着咱们自己往里跳呢 以前都是我们打鬼子的伏击 这次 鬼子布好了陷阱 要打我们的埋伏 如果我们不伸一脚踩进去 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那队长 你说咋办吧 可要是不打 这么多条人命 都得毁在鬼子手里 这件事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那到底打不打吗 倒是拿个主意啊 这招 这一招 这个是 这招 折下的召见 是不是又是八路军主力出战的计划 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总援军负责的那一部分 我正想问问他完成得怎么样了 你 请他进来吧 是 司令官阁下 总援军 你负责的那一部分 现在完成得怎么样了 报告司令官阁下 首先和首先的部队 这几天在矿区和邻间的村落 一共抓换了三百一十六个人 全都是轻壮 全部是轻壮 潜天君担心的情况 我已经想到了 其实我也担心 万一这些人串联起来 搞暴动怎么办 所以抓捕的时候 我特意区分了人群 现在这些人里有矿工 也有矿上的监工 有农民 也有地主家里的护院 他们彼此都有些矛盾 我把这些有矛盾的人 关押在一起 他们之间互不信任 是不会串联起来的 又是 看来周渊君对中国人的研究 也很透彻 周渊还要多多向森林官阁下 和前田君学习 よし 队长 那你就知道你肯定得打 兄弟啊 你是我生平见过的 头一号英雄好汉 打没问题 问题是拿什么打 打仗可不是光靠有勇气就行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有三个优势 第一 余三哥在里边 他熟悉里边的情况 鬼子同时抓进去的还有几百人 都是青壮年 如果余三哥能够联络好他们作为内应 就等于我们一下子能多出几百人 这对我们的行动非常有利 有利 吴仲义 你不好好想想 这几百号人拿什么去打 用拳头和牙齿来对抗小鬼子的枪炮和刺刀 还有 这回小鬼子故意什么人都抓 有矿工 有监工 他们本身就是对立的 你怎么保证他们就是一条心 有这么几百号人不假 没有武器 又是一盘散沙 能发挥出多大的战斗力来 余六三是老江湖了 什么人靠谱 什么人不靠谱 他心里有数 只要把消息递进去 他作为内应没问题 我们的第二个优势 是陈祖寿 鬼子做梦也没想到 陈祖寿会靠向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他 打探到鬼子里面的虚实 而且少量的武器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运进去 兄弟 你这话不就不同意 陈祖寿这个人 你还能信得过吗 他又是有武器 才能当汉奸吗 铁大当家的 是做汉奸的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贪生怕死 第二种 无力不起早 只要有力可图 他才不管跟着谁呢 陈祖寿属于第二种人 跟我们合作 他有利益可得 再说他是个精明人 跟我们合作 可以为他将来留条退路 反正我是不相信哪 你可别让他坑了 吴队长 我们第三个优势是什么 第三个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鬼子一直认为 是在跟八路军的大部队作战 其实所谓的大部队 只是我们这一支其兵 所以鬼子设置的陷阱 应该是针对矿区外面的大部队的 他们压根想不到 我们是矿区内的暴动 是让他们内部处处开花 司令官可想 我们已经抓捕了三百多人 还要继续抓捕吗 如果再扩大抓捕范围 人数还可以增加 三百多人也差不多了 再多了也怕出乱子 你要好好地看管他们 一旦发现情况 隔杀无论 是 我这么说吧 鬼子设置了一个大陷阱 针对八路军的主力 希望八路军主力 从外面 踩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但如果我们这次暴动策划成功 鬼子的窝里 突然会冒出几百个人来 到时候一打起来 从他们的后方 突然冒出几百个人 你们说 鬼子会不会措手不及 太好了 终于快给我拉娘把臭了 铁大当架的 那些矿主的实力如何 那些人可靠 这都需要你操心了 你记住了 咱们宁愿人少一些 也要找一些可靠的人 以免把风声泄露出去 没事 我在矿区这么多年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好 陈祖寿那边 会不断地传递给我们消息 我们有什么情况 要及时地跟他通报一声 不过终究还是要防他一手 行动的时间和细节 也不能告诉他 部队长 让我们做啥事呢 鬼子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还会持续抓几天人 但策划暴动的事 不是说干就干的 我们还要想办法拖延一些时间 另外行动的细节 我们还要根据情报 不断地做出修正 齐大军 搜索八路军主力的事 是由你安排的 现在不知的如何了 国家 属下是这么考虑的 八路前来应战有两种打法 第一种派出主力和皇军决战 不过以他们的武器装备和人人训练 和我们决战 无需担心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第二种打法 就是虚晃一枪 装模作样地抬一下 然后撤退 之后昭告天下 我们打了 没有打赢 实际上他们没有出地 但是 谁也输不了他们 齐大军分析得很对 中国的军队 很多都没有军人的荣誉感 他们会做出这种事来 所以属下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外围的重要道路上 八路军一旦进来 想要出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那邝区的防守怎么样 邝区的防守主要是总颜军带队的 不过我们的兵力也不足 还需要黄邪军的协助 属下认为由总颜军带队 再加上矿区的坚固攻势 发挥出战斗力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天天军 你安排得很好 中原军 这次你一定好好地干 全力配合田田军 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 诸位 就向八路军发出挑战书吧 走 走了 走了 要出事 要出大事 出啥事了 怎么了这是 没有没有 没事 真没事 祖寿 好 我顾家越人无数 你觉得你对我撒谎 能跑得过我的眼睛吗 说吧 是不是做对不起我的事了 在外头养女人了 夏儿 宝贝 我 我绝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这辈子只对你好 只对你一个人好 行了 逗你玩呢 好 祖上 我知道你有事 肯定是大事 一个男人在这世道闯荡 哪能不遇见一些要紧要命的事啊 你放心 你要不想说 我就不问你了 这汤你趁热喝了啊 夏儿 我是个辅导人家 我是个辅导人家 做好自己的男人就行了 我相信自己的男人有本事 再难的坎 他一定能渡过去的 夏儿 能娶到你 是我陈祖寿的福分哪 好 叔啊 你看 俺跟你说了他不在 你咋还不信俺呢 晓妮 你男人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我找他有急事啊 十万火急的事 叔啊 他上外头办事去了 啥时候回来俺也不知道呀 要不这样 等他回来 俺让他找你去 别别别 千万别让他来找我 我找他 我来找他 可是这个时候完也说不上啊 那我明天再来吧 晓妮 你爹 你爹 叔啊 你爹他已经走了 不不不不 这 刚才 我 我看见你爹了 在那儿 就在那儿 你爹 书啊 人都说了 这大白天撞见鬼啊 就是心里有事 俺前阵子也跟你似的 总觉着瞧见俺爹了 那都是心里堵的呀 不是 难道我看错了 俺爹是俺亲手葬的呀 叔啊 你能看见俺爹 那说明你们俩有缘分 俺爹他是不想在阴间待着呀 叔啊 你要再看见俺爹 你可把俺拉住他啊 你可把俺把他给拉回家来啊 叔啊 别别别别 你可千万别让我再见到他啊 哎呀妈呀 吓死我了 我怎么还紧张上来呢 他怎么还出现幻觉呢 走了 我走了我走了 你慢走啊 叔啊 儿子 都敢見て不要 上割 上听 禁止 将人 爹 爹 你 你 你瞎跑啥呀 多危险你知道吗 你咋就那么不让人省心呢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屋子里待着 不成啊 上茂芳 憋不住了嘛 你上啥茂芳上 昨天你就上了五回 今天上午又上了两回 你又没闹肚子 哪来那么多屎啊 不是不知道 你就想找个借口 到外面溜达去 俺告诉你 今天不许上了 关田关地 还关人哪是房屁啊 关来可真宽呀 说不许上就不许上 服从命令 这 他爱是吗 他 phải 看不见 他有一个事 你看 这 看不见 吴大哥 你可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刚才陈祖寿来找你 说有十万伙集的事 陈祖寿 先生请坐 我这就饼干了啊 好 吴先生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不是 吴先生 吴大爷 现在这丰盛 我找你可以 你怎么能说来找我 就来找我呢 我这边出大事了 日本人 祖寿 唐寿说家里来客人了 怎么也不倒杯茶呀 你不是 是 夏儿 这位是吴兄弟 自己人 自己人 陈夫人 唐突叨扰 十分冒昧 吴先生 既然是自己人 您就不要客气了 我们家祖寿公务繁多 日夜操劳 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 还请吴先生多多照顾我 你们都是聊大事的人 我一个小女子也听不懂 那我就先告退了 陈夫人放心 陈长官精明能干又为人实在 在下是晚辈 敬重 是应当的 夏儿啊 我和吴兄弟还有正事要谈 你先下去休息吧 好好 那你们聊着 吴先生我先告退了 哎呀 兄弟 出大事了 你来吧 不然 我被你拼了 是不是 没想到 我去哪里 没想到 日本人这次是布线了一个口袋阵 外围由日本的重兵把守 内部由我们黄邪军为主 不过要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这个情况太重要了 真是多谢陈长官了 我这就回去安排 等一下 上次你收的那个药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陈长官 这钱你收好了 兄弟 现如今咱们都已经是一条船上去的 我要在这儿拿这个钱 我于心不忍呢 交情归交情 生意归生意 拿药的酬劳自然是要付给陈长官的 八路军做生意 也是要付钱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收下 收下 好 那我先告辞了 兄弟 这次杀众员的事儿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只要有机会 我们一定帮陈长官解决掉这个心腹大患 有机会啊 这次负责驻守矿区内部的正是这个众员 你们八路军想好怎么打了吗 大部队什么时候来啊 陈长官 你也是带兵打仗的人 不知道敌人的叙事 没办法布置作战计划 对对对 你看 我这也是心急了点 是吧 不过日本人的战书已经下来了 你们得赶紧想办法啊 这么快 他们明天一早就把告示贴到城门口了 要我说 这是日本人逼着你们应战的 所以情况十分紧急 我这才心急火燎的去找你啊 你猜怎么着 我这人一慌 眼睛都花了 我在田家村 装见鬼了 怎么回事 我就感觉你老丈人 老田 在我眼前忽悠 晃了一下 我这人心中 遇上点事吧 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我 我都出现幻觉了 你说 我现在都已经是你们的人了 是不是 你老丈人的魂 不是就别再来找我了 我真受不了 陈长官踏踏实实的 你给他情报很重要 我代表组织 感谢你 踏踏实实的 那我先告辞了 好好好 慢走啊